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最新談話 他講到一宗框架 你不覺得他在爭取深藍的支持 對你來說壓力會不會很大 郭台銘的主張 是 我們兩個 和平 守護中華民國的信念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有共同的訓練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面對 讓 不能守護 台海安全 做得不好 無能的民進黨 要下台 但劉家昌說您不算是中華民國派 然後希望您即被退選 那怎麼看這個超級韓粉絲 我這一生當中 從進行校到現在為止 各位可以見證我十幾年來 就是守護 我們人民的安全的保養 更重要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守護者 我身為中華民國的一份子 我敬忠職守 愛我們這一派體力的所有人 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但美國的簽國方部長 艾斯培說你的兵役政策有 對你的美方對你的兵役政策有疑慮 對你的兵役政策有疑慮 德部的支持跟選擇 我們跟美國是長期的堅強盟友的關係 我們一定強化國防裝備 並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 這個態度是不會改變的 市長能看過你說立委成敗不關你的事 你可想先當中你的責任 我跟所有的立委 永遠是綁在一起 我們是息息相關 這一場選戰沒有分你跟我 我們大家都同心其力 總統立委 大家同心其力 一個步伐往前走 但716遊行啦 發現台下有很多人在鼓噪比倒站 然後我發現台下是有一個民眾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